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村庄小镇上 这个男子从十多米高处跌下来因此丧生 他同时也说 就是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的救援人员 也试图的对他进行抢救 但是因为伤势过重 那么这位中国游客 在中午十二点之前 左右的时候他去世 我们可以结合这条消息来 就是来看一下 另外一份法国的地方线媒体 叫做普隆万斯报的网站 它的普隆万斯报网站 也是首先发出的 最早发出的关于 完全生产遇难的法国媒体之一 那么他这个普隆万斯报的网站上 他的标题就是说 在本尼尔 本尼尔的这个地区 中文翻译叫本尼尔村 说是一个中国游客 在拍照的时候 在试图拍照的时候 散生了 这个标题就是 所以说从这两个标题上 我们都可以看出 当时的法国媒体 对这个王健先生的身份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他们以为是一位普通的游客 所以说这两家首先报到的法国媒体 他们用的标题就是说 一位中国游客 那么普隆万斯报 当时也说了说 这个事情发生在 在7月3日的大约11点左右的时候 将近11点的时候 说这位中国游客 他当时在普隆万斯 有提到这位中国游客是57岁 他当时是因为想拍一个照片 所以说在靠近教堂的一个地方 从教堂附近的一个 台阶的高处上跌落下来 坠落下来 所以说就是一下子就死完了 当时很遗憾的是 当时很不幸的是 救护人员赶到之后 已经无法就是没有这个回天之数了 那么也有法国媒体提到 就是说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 王健先生还说了最后一句话 就是他的脚疼 说了这句话之后 他之后就是不省人事 那么从这两条媒体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总体情况就是说 王健先生在7月3日 接近11点的时候 发生事故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 也有法国的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抢救 但是因为伤势过重 在这个12天左右的时候 就是不幸去世 那么他当时在所在的地方 叫做奔牛村这个地方 是一个 是位于这个普罗万斯地区的一个 驴背后 驴背后就是 驴背龙商区 那么驴背龙是一个 法国很有名的一个 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我们也知道普罗万斯本身 也是个很有 很著名的旅游景点 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 亚洲游客 还有中国游客喜欢 尤其是在薰衣草开花的季节的时候 这里是从全世界各地人 都好赶过来 到这里看薰衣草 那么这个奔牛村是 驴背龙商区的一个中心小镇 它是著名的是以 为什么著名呢 是以这个小镇上有一些 中世纪的一些建筑 就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中世纪建筑 那么这个小镇 奔牛村只有1362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镇经济其实还是蛮发达的 比如说这个小镇 就1000多人小镇上 有两家米其林的餐厅 我们也看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 它的经济和它的留业其实是蛮发达的 那么这个是当时所发生 就是所遇到这个 完建签生遇到事故的这么一个 一个村庄的一个简单的情况 那么法国的一线媒体呢 主流媒体啊 尤其是世界报啊 比如说世界报和这个费加罗报 都是在今天才开始加入的报道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的法国媒体 才开始知道这个完建的身份 就是这个中国游客死亡的中国游客的身份 比如说在费加罗报的它标题就说 中国的一个中国海南航空集团的老板呢 在法国发生事故去世 这是费加罗报的一个标题 那么世界报呢也紧接着做了报道 世界报的标题是 完建中国的亿万富翁呢 在法国南部呢 死于一次坠落事故 坠落事件 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这个 这个海南航空集团 尤其是也是法国的 也是一些法国的一些 就是说旅游机 旅游机构 他也有投资在其中啊 其中有他 世界报又提到 其实完建是57岁啊 他当时在普罗万斯呢 之所以他在普罗万斯呢 是因为他的一次这个商务考察 那么呢 他也世界报尤其提到了 这个王建先生 他拥有这个海南 海航集团15%的股权 那么这个集团呢 全球各地呢 是拥有3万名员工 我们期待来要看一下 这个一个Challenge Challenge是法国的一个经济力杂志 他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个事故 比如说他有提到这个 当时在这个奔牛村的时候呢 根据Challenge所接触到的一个法国警方的提供的线索是说 当时王建先生呢 他是试图爬上一个围廊啊 就是我们知道就在法国的一些古建筑啊 就是在高度的时候有点像是说在阳台上或者走廊上都有个围廊 那么法国的一线媒体呢 主流媒体啊 尤其是世界报啊 比如说世界报和这个费加罗报 都是在今天才开始加入的报道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的法国媒体才开始 知道这个王建的身份啊 就是这个中国游客死亡的中国游客的身份 比如说在费加罗报呢 他标题就是说 中国的一个中国海南航空集团的老板呢 在法国发生事故而去世 这是费加罗报的一个标题 那么世界报呢 也紧接着做了报道 世界报的标题是 王建中国的亿万互温呢 在法国南部呢 死于一次坠落事故 坠落事件 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这个 这个海南航空集团 尤其是也是法国的 也是一些法国的一些 比如说旅游机 旅游机构 他也有投资在其中啊 其中有他 世界报又提到 其实王建啊 是57岁啊 他当时在普罗万斯呢 之所以他在普罗万斯呢 是因为他的一次这个商务考察 那么呢 他也世界报尤其提到的 这个王建他先生 他拥有这个海南 海航集团15%的股权 那么这个集团呢 全球各地呢 是拥有3万名员工 嗯 我们期待来要看一下 这个 一个Challenge啊 就是Challenge是法国的 一个经济类杂志 他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这个事故啊 比如说 他有提到这个 当时在这个 奔牛村的时候呢 根据Challenge 所接触到的 一个法国警方的 提供的线索是说 当时王建先生呢 他是试图爬上一个围栏啊 就是我们知道 就在法国的一些古建筑啊 就是在高度的时候 有点像是说 在阳台上或者走廊上 都有个围栏 就是担心说是游客出事故 这么一个围栏 他说他当时试图这个 爬上这个围栏的 就拍照 拍张全景照的时候 出了事故 那么赶到的救援人员呢 没有能够帮他抢救回来啊 那么 当时呢 在这个文章的结尾 下半部分呢 这个Challenge杂志呢 也提到的另外一个 关于这个 负责这项 这个事故的调查的 法国当地的警方人员的说法啊 他是说这个 王健先生呢 他当时是 说是在这个 是如爬上一个围墙 因为这个围墙 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说他王健 当时想爬上去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 助跑的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行动 那么助跑之后呢 可能是用力过度 结果是没能在 这个十米高的围墙上 站稳 结果是 上越过了围墙 结果从十米高处跌下来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 他的死亡 那么根据当地的警方人员呢 向这个Challenge杂志的透露 据说 也因此呢 当地的警方呢 认为呢 到目前为止是定性为止 事故 并不讲就是 简单的事故 并不像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 社交网上 或者华人的一些媒体上 也有看到 一些社交网上上有谈到 就是会不会是出于 很意外的 这个意外 他们对这个意外的事故 发生在这个时 实际上 就感到怀疑 会不会以为说是 非议 就是被暗杀 或者这方面的一个 这方面的想法 有 晚上我们有看到 这方面的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Challenge杂志呢 有提到这个 说这个王健是一位 这个身价达到 17亿美金的这么一个 很低调的中国老板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法国新闻杂志 法国新闻电视 他的一个介绍 就关于 尤其是介绍这个 海南航空集团 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他说这个 海南航空集团 是成立于2000年 但是他目前是 处于中国政府 严格的监控 处于监控的目标之下 因为他在过去几年中 海航是因为在境外 尤其在境外 就大规模的投资 以及收购 导致他的这个债务 债务总额是 非常庞大 所以说他有提到 比如说是 仅仅在过去的两年中 海南航空集团 至少开支了 就是500亿美金 就是用来收购 就是尝试扩大 他的一个 他的投资领域 用来收购 或者用来投资 尤其是在境外 那么 同时他也提到 比如说在2017年底 海航集团 他就宣布 他的债务总额 就是高达 6380亿人民币 这么一个庞大的 一个债务总额 那么这个债务总额呢 是比2016年 就比前一年 就增加了36% 是非常高速的 一个债务的增长 就是分析非常大的 从这个债务规模上来看 所以说中国政府 现在也就是 一两年来就开始 变得非常谨慎 想监视这个 控制这个海南海航集团 也是这个 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法国媒体呢 还分析 就是说 如果是将这个海航集团 在全球所收购 和控制的一些企业的 债务算机去呢 那么他的总体债务呢 就很轻易 就能达到这个 一万亿人民币的 这么一个庞大的债务高度 所以说那个 在中国这个政府的 要求 要求和压力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海南海航集团呢 他这两年呢 也开始渐渐的抛售 他此前收购的一些 国外公司的一些股权 以及说 他此前购入的一些房地产 用来这个补偿 就是减轻这个债务压力 那么目前呢 法国媒体 所介绍的这些消息 关于这个 海航集团联合创始人 王健身权在法国南部 去世的消息就是这些 好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 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 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 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 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 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 也可以打入中文字 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 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 这个红色的 subscribe标志 点它 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 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 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 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 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 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